再来看到公债法修正草案引发地方反弹 财政部长张胜和提议要各地方政府准节开支 别再烧钱办大型的跨年活动 台北市长郝龙斌今天回应 台北市举办大型活动 钱都花在刀口上并没有乱花钱 要求中央要重新评估 议员更批评 中央不能只是要求地方必照办理 政院办公债法修正草案 让各地方政府频频喊穷 财政部长张胜和更提议 要个先是举办大型跨年活动时 不应该烧钱放烟火请大牌 台北市更直接被点名 是个钱坑花钱不手软 台北市政府总共花了800万左右 变成台北市跨年中间 过年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我们大概能够吸引到上百万的人潮 包括经济的效益行销的效益 如果我们仔细来评估台北市的跨年活动 我相信是符合这个原则 强调不能只是节省 而是要花在刀口上 豪龙斌还是希望中央能够重新评估 议员更是批评财政部根本是在说风凉话 实际上财政的这些控制跟支出 没有去做一个收支平衡 在那边讲这种话干什么 中央在砸钱 那也是大手笔 建国百年一花 47亿就不见了 梦想交两个晚上 两亿三又不见了 所以中央跟地方 其实都要去检讨 不分蓝绿的一个政党 也都要去检讨 这个钱这样砸下去的效益在什么地方 不只是地方要省钱 议员要求中央也要比照办理 行政院板公债法修正草案 引起各地方政府强烈反弹 中央以各县市总负债 突破8000亿为由 平坎地方预算 也难怪地方政府远身载道 有点TV影志刚正熙台北报道